- 召喚動足心機動能掌握極限 大家好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召喚動能大呼籠班的盤後期間視頻 今天是禮拜一一個禮拜開始 在這邊我先祝福所有的投票朋友 祝大家在接下來的這個禮拜都可以 操作順利都可以賺大錢 好來看今天的盤 大盤今天中場下跌8點 歐利息的部分同學歐利息的部分還在漲0.72點 那其實現在已經2萬2了 其實如果說你說有沒有漲很多 也真的漲很多 但是漲多叫做震盪很正常 但你說震盪很正常它是不是一定跌 同學漲跟跌中間還有一段叫盤繩 如果它是橫著走更無表現 這也算是有行情 所以我們今天來講幾個東西 第一個一樣做你看到的不要做你想像 我認為其實就這個盤 其實不用講太多 今天也沒什麼重要的經濟數據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就大盤的部分 我們稍微講快一點 我們今天講一段就好了 就做你看到的不要做你想像的 那再來大戶這個地方有沒有縮手 其實漲都會震盪 但是這個月的投信作帳還沒結束 你知道嗎 同學今天是6月17號投信作帳還沒結束 大戶每個禮拜都會公佈大戶持股比對不對 其實大戶沒有太大的縮手 而且大買強勢股 強勢股基本上你說他們這個地方大買 上禮拜大買今天是不是逗逃災 沒有很多都還在創新高甚至還有在漲停板 那他們主要買什麼 買這個東西啦 AI都在買AI 買台積電買AI 買蘋果這些 AI還是像大趨勢 蘋果現在AI對不對 然後最近是不是開股東會 股東會通常都會講利多 只要有有摸到AI的 或是說有跟AI相關公司有合作的 股東問他們都會講 現在這種行情誰不希望股票漲 雖然是股東會喔 股東會的時候其實大多數都有利多 好不好 那明天誰開股東會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再來我們剛跟大家提醒的 投信還在做賬好不好 投信還在做賬 有些位置比較低的 投信開始在尻的 搞不好你可以做留意 好 那一樣我們先看這個大盤的部分 同學 上面是大盤 下面是OTC 我們一直跟大家分享 漲多我知道 市場上一定會說什麼什麼變盤 有的沒有的 你看到現在為止到底變盤了沒有 從春節變盤 什麼什麼清明變盤 端午變盤 創新高然後什麼變盤 變什麼盤 漲多有稍微震盪一下 震盪就是往上推 那往上推的話 同學今天有創新高對不對 OTC有創新高對不對 有沒有變盤 同學漲多會震盪沒有錯 但是一樣就你看到的 你現在看到什麼 你現在是不是看到他在創新高 然後沒有跌破前一天K線的低點對不對 你就OTC的部分是不是一樣 看到他在創新高 有沒有跌破前一天K線的低點 都沒有耶 所以這是什麼 它還是多方格局耶 還是多方格局的話都在右上角對不對 都在右上角對不對 右上角就是做多不是空手 好不好 右下角做空是空手 那現在呢就右上角嘛 雖然沒有做空的選項 甚至於基本上我也不太做空 你那種什麼要做空什麼的 你找別人 你說實在的 如果盤不好 同學盤不好 只是漲的股票比較少一點 做空叫做賺%數 做多叫做賺倍數 你的股票市場你是要賺%數嗎 你要賺%數的話 你也不用 你也不用每天很辛苦來看股票啦 ETF買一買就好了 ETF連貨爆發率是10%以上啦 好不好 現在一堆都10%以上 你如果買賺 賺%數的 ETF買買就好了 然後你也省了時間看這個啦 好不好 那如果說我們回到這個盤的邏輯來看 就是他還是多方嘛 沒錯吧 那既然還是多方的話 同學還是多方就做多是空手嘛對不對 那請問大戶 他到底現在有沒有 他的心態怎麼樣 我們例如說做多或是空手 做多或是空手 那大戶有沒有在做多 同學大戶真的有在做多耶 我說真的喔 同學 市場都是這樣子 啊漲多不要追 哇漲好多不要追 漲好多不要追 但是大戶拼命的追 那不是很奇怪 同學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你看這個 這個是每 這個月公佈 這禮拜 同學這禮拜 現在這每個禮拜都公佈的喔 那精彩 一拳 深陽辦 訊星 惠特的 觀養科 你看這些增加多的都是什麼 都是台積電相關的 都是AI 台積電相關 什麼COWAS CPU 全部都在長這個東西 好不好 惠特同學 你惠特你可能不知道他在長什麼 惠特 惠特長COWAS 什麼萬潤在轉單給他 他也在長這個東西 觀養科就是台積電的把財 所以農得起什麼 農得起這個 那 如果在長這個的話 其實精彩 他一下午公佈那個 他4月份的字節 0.15的樣子 好不好 就0.15 很少對不對 他本來就長後面的 現在這個價位 我這尊著 我也買不太下去 好不好 我週五的時候 在東升有講 他現在講的題材 說什麼明年初 同學 那不是明年初 明年初 2027的東西 不知道誰亂寫 說什麼明年初就有 兩年後的東西 寫到明年去 市場上不知道都亂追 亂追 亂追沒那麼快 沒有那麼快 那是 什麼1000台機台 那是2027的事情 明年沒有那麼快 你看到的外面 那賣在船 就是什麼2025 1000台機台 不可能的事情 好不好 明年底看有沒有500多台 有550台 就達成公司的目標了 2027才有1000台 那兩年後的事情 好不好 反正就是4月份也很懶 今年 今年5塊 今年5塊 5塊 差不多 不會有什麼成長 好不好 反正就是要寫 要小作文 那個什麼炒來炒去的 隨便他們炒 這裡面我個人認為 如果說你要看的話 生涯半搞不好你可以看 今天頭信是有買的 而且呢 頭信 剛剛開始買而已 頭信之前沒什麼買 今天剛剛開始買 我認為這支股看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不好 當然不是叫你追 已經噴三根了 噴三根看震盪的時候 有拉回最好 沒拉回的話 震盪的時候 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它在長什麼 它在長後面的東西 後面什麼東西 後面台積電2奈米的金貝供電 就是那個位置加 之前在那個 技術論壇說的什麼 那個超級電軌 超級電軌 超級電軌 就是金貝供電 就同一個東西 就是金貝供電 簡單說啦 這片晶圓對不對 這是晶圓 這叫正面 這叫背面 之前怎麼樣 訊號源跟電源 全部都坐在正面 背面是空的 所以如果說要堆疊的話 怎麼樣 晶片堆疊就是這樣疊 好不好 因為背面沒東西 這樣疊 然後中間放什麼 細中介層對不對 然後在穿孔什麼的 哇弄得很複雜 但是呢 2奈米比的是什麼 2奈米基本上 線路是不是越做越小 越做越小 太擠了啦 太擠的話 背面之前沒東西嘛 我們現在怎麼樣 把背面的 把電源做到背面去 上面之後訊號源 所以叫金貝供電 也就是 目前的架構是這樣子 好不好 電源 電源跟信號線 它全部都在正面 全部在正面 背面是沒東西的 但是呢 2奈米之後怎麼樣 因為越做越小了 路來路可以 所以這兩個 我們先把它分開 上面只剩什麼 上面只剩信號線 訊號源 電源傳輸移到下面 就是金貝供電 那金貝供電有什麼好處 當然第一個 不會那麼擠就 不會那麼燙嘛 然後功能就可以 它的效能就可以增加 沒有那麼擠了嘛 效能是不是可以增加 效能可以增加的話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了 現在金貝都在堆疊對不對 你之前堆疊就是 正面跟正面堆疊 中間放細中階層嘛 對不對 那現在呢 現在背面是不是有那個 有電源在跑了 電源在跑的話 我就兩片 我就反過來 背跟背去堆疊就好了 你懂我什麼 細中階層搞不好 然後就可以省掉了啦 好不好 那這個東西其實今年下半年 開始要開始RUN了 因為Intel開始要RUN了 Intel也要2奈米嘛 他就一直喊要超車嘛對不對 你那個封裝的部分 他說什麼 COWAS 我們改什麼 我們改那個玻璃 玻璃機板封裝 然後你就這個部分 他說他下半年 2024下半年 他就要開始幹嘛 他就要開始金貝供電 這個供電方法就是金貝供電 好不好 3奈米的部分 還在傳統供電方式 Intel這邊下半年開始 他就要開始用金貝供電了 那這個部分台電會不會用 台積電也會用 台電的計畫是2026年 好不好 就是N2P的部分 但是呢 明年下半年就要開始N2囉 就是開始2奈米了 如果說這個進度有超前的話 這個搞不好明年怎麼樣 明年開始台積電也要開始金貝供電 所以這是一個後面的趨勢 那這個後面趨勢跟那個 這個盛陽辦什麼關係 同學 這個東西 現在晶片堆疊要磨對不對 晶圓要薄化對不對 那晶圓薄化的話 以前背面是沒東西 對 以前背面沒東西嘛 但是現在是不是有東西 對 現在有電源在跑了嘛 所以他需要什麼 他需要一個特殊的承載晶圓 這個承載晶圓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那個消費品好不好 他就用一次 你懂的是嗎 他就用一次 就是我用這一片用完 用完就沒有了 你知道沒有說什麼用完 我在回收幹嘛 重新再用 什麼一片承載晶圓 可以用很多片晶圓下去研磨 沒有一片晶圓 就是一個承載晶圓 用完就是丟棄 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如果說後面開始金貝供電的話 這個東西有承載晶圓的量會非常大 那量非常大的話 台灣就兩家在住而已 一個叫中砂 一個叫什麼叫聲揚斑 供應台電最大量的叫做聲揚斑 中砂是比重比較高 這個道理就有點跟那個 波線部一樣 比如說波線部就是富橋跟什麼 跟台波嘛 台波是出的量最大的 那台波出的量最大 那為什麼股價最低漲最慢 因為它的股本比較大 它的佔比比較低 但是它的量是最大 但公司的佔比比較低 那富橋呢 富橋的量沒有台波那麼大 但是呢 對於他們公司來說 佔比是高的 像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像這個承載晶圓是一樣 中砂有沒有 中砂有 但是呢 量最大是什麼 深洋版 那現在 比較有機會通過認證的 看起來看起來是什麼 看你的股價走勢就知道啦 應該是深洋版吧 中砂是漲鑽石跌啦 也是軍員博化的一部分 但是 就承載軍員部分是中砂 中砂在那個 深洋版在漲 所以為什麼大富這個地方在買它 甚至為什麼投信這個地方也跳進來 都有第三機的投信來跳進來 是怎樣 這是未來的東西 好不好 未來的東西 現在大家都是比未來的 看未來的 反正今年沒賺錢也沒關係 下半年開始可以有改善 明年開始賺 後年大賺就可以了 好不好 現在都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這樣這部分呢 就是 投信在買 大富橋會往上升 然後呢 又有一個故事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好不好 當然不是叫你追高 震盪的時候去做留意 好不好 好 那除了這個以外 現在盤面上基本上就是這個啦 台積電 灰打 蘋果 就是三個 三個鐵三角 那都長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全部都是AI 說穿的就是AI大趨勢 是AI大趨勢裡面 它稍微分了一下 台積電 有蘋果 然後呢 有什麼灰打 反正就是大家各掌各的 那各掌各的話 我們先看蘋果好了 蘋果現在我們跟大家提到什麼 新日新嘛 我也跟你說三個季 新日新嘛 精彩嘛 跟什麼 跟郁金光嘛 我們先看新日新好了 就是折疊機嘛 好不好 之前的基本面 我們都說過了 就是明年下半年 蘋果應該就會有折疊平板 同學 今年新日新什麼都沒有對不對 沒錯吧 新日新什麼都沒有嘛 蘋果就什麼都沒有嘛 蘋果也沒有折疊機啊 也沒有折疊平板啊 什麼都沒有啊 怎麼漲到200多塊了 漲明年的下半年好不好 所以我才跟大家講 現在都不是漲今年 都要漲明年下半年的東西 所以你看明年下半年的東西 那時候我們跟他講的230幾 240幾 260幾 漲停板 現在怎麼樣 所以我混一下 現在混一下還在250幾 對 今年賺個7塊錢 股價可以撐250幾嘛 你看今年當然就覺得非常貴 但是你看明年 就是看後年 你看明年搞不好就10幾塊了 後年搞不好 蘋果怎麼樣 蘋果的折疊平板 如果問事賣得好的話 折疊機一出來 哇 那個EPS都10幾20塊了 所以呢 所以你用後面的角度來看的話 還真的會老化 看到未來 你看得到未來 你看得到未來 不然這種股票你買不下去的 賺7塊而已 等850幾 明年如果蘋果折疊機 折疊平板出來 EPS都17到20 你覺得這個價格會很貴嘛 超便宜的 就是你用明年的角度去看 其實超便宜的 那現在怎麼樣 現在當然漲多 漲多你不用追 它就震盪 震盪你停力設好就好了 應該沒錯 我們停力設好就好了 那我們現在賺錢的 停力設好就好了嘛 設好怎麼樣 有辦法做下一支嘛 所以這是第一個蘋果的部分 第二個呢精彩 精彩其實 今天第4月就0.15嘛 那那麼少 但是說真的 這明年 今天5塊明年7塊 這個價位只是太高了 我覺得真的太貴了 太貴的話怎麼樣 太貴的話看別支 我覺得它太貴了 後面再說嘛 我覺得這個Gay小 我不喜歡 我覺得太貴 我買什麼 我買魚君光 不是嗎 前身不是買魚君光 不到600塊跟大家講的 500多嘛 590幾嘛 你們投信一直買嘛 投信一直買的話 現在多少 現在不是600 你看那天都600 然後現在600 今天最高650億了耶 108塊 60塊 一張是6萬 10張是60萬 對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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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啊 對 就差不多這樣子嘛 所以這個地方投信作帳 做完了沒有 不是還在裡面 還在買啊 還在買嘛 所以像這個部分 我就是 像這種就是怎麼樣 蘋果的話 我個人認為 新生星後面 就馬上走蘋果的折疊機 再怎麼樣 再來就是魚君光 魚君光 大力光 大力光 大力光那麼貴 不是一樣的嗎 不一樣 兩個又一樣的嘛 買魚君光就好了 而且投信滿滿多的 精彩也是可以留意的 不過呢 我買不下去 我是買賣 這個價位我買不下去啊 明年就7塊而已 明年7塊耶 1000台機台是2027的事情耶 現在2024耶 拜託你做夢做個一年兩年就好了 你怎麼做到三年後的事情 你怎麼心想嘛 好不好 所以我做我覺得我睡著覺的啦 就魚君光啊 跟那個新日星啊 好不好 就給大作的意義 當然同學講真的 扣訓袋子啦 好不好 我沒騙你 對啊你扣訓袋子 早就你也不用看我節目買啊 你不到600塊就買 就可以買好了 那不是 應該是吧 580590可以買好了嘛 現在600多等著賺而已啊 不是嗎 所以呢 所以像這種就是怎麼樣 就是你知道 未來在哪邊 錢往這地方走 對 你就不用在那邊追高 在那邊 我是不是要追一下 明天是 明天會不會震盪 這個地方漲多會不會 你就不用擔心那個東西耶 好不好 就差不多這樣啦 所以你看我節目也賺錢 你想賺多一點的話 就扣訓袋子 好不好 像這個一樣 同學 這是巨匠對不對 匠匠嘛 這是七一幾塊嘛對不對 七一幾塊嘛 九十你看 我跟你說會震一下 震一下現在多少 報告出了 這個報告就寫110了 已經到了啦 好不好 然後呢 這邊你看月線來跟大家提醒 月線到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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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線到還九個幾塊 對 現在多少 現在已經百多塊了 那不是 現在100多塊了嗎 你看今天的 今天6月17號 最高給你看到111的 11的一樣 高點過高低很過低 應該沒錯吧 對啊 你看月線到就開始推推推推推 111啦 為什麼要跑到111 為什麼 他開股東會對不對 股東會 股東會 股東問他有沒有AI 是不是問他了 對不對 同學你到底有沒有關心他啊 想想耶 幫你賺那麼多錢 你還不關心他一下 從6、9塊到現在 這次快翻倍你知道嗎 應該沒錯吧 我6、9塊開始做的耶 幹不是 我從去年底就開始在想想了耶 只是中間整理我 我有一段沒理他啦 他整理就弄弄 他在那邊整理老半天都不理他嘛 這邊才開始有跑來 跑來耶 如果說你從我們去年底開始 到現在都快一倍了耶 要去一倍了耶 那跑到111 股東會 今天股東會嘛 好像去做 不是今天股東會 最近股東會 那個我已經看到了啦 好不好 上禮拜五股東會的樣子 上禮拜五啦 股東會 那股東是不是問說有沒有AI 老闆說什麼 老闆已經說有AI了 是不是 台灣是不是說有AI 之前那個 你看這個報告 這個報告連AI都沒寫到 全部都沒有寫 我還跟他說 那個AI怎麼沒有寫 他明明就有AI 怎麼沒有寫 股東會 人家問老闆有沒有AI 老闆是不是說有 就有嘛 報告我都看到了 就有嘛 老闆就說有了嘛 做什麼的 即可嘛 AI即可嘛 是不是開始run了 開始在賺錢了嘛 所以同學 這個 股票就是 有時候漲後面 你不知道的東西 好不好 如果說你什麼都知道 或是說你說 我看報紙 看報紙怎麼寫的話 有時候都太慢了 太慢了啦 所以恭喜大家啦 好不好 從70幾塊到現在 這100多塊啊 你有沒有想過 這支股票會漲到100多塊 老闆也自己都說 公司都已經說有AI啦 有AI 就是AI概念股啦 然後呢 最近蘋果就在漲 他又是平蓋股 他又是大力光這邊的 不是嗎 他大力光的VCM的那個啊 那個零組件的供應商啊 好像是獨家的對不對 所以又有蘋果又有AI 長到這邊 也剛好而已啦 好不好 那不是 不是剛好而已嗎 有AI的 就剛好而已啊 零組件啊 好不好 那明天 明天誰開法說 不是說開法說啦 股東會啦 明天誰開股東會 喬喬開股東會啦 喬喬啦 2223的時候 跑到27了 28了 29了 出報告了 報告的目標寫很遠啊 超遠的 好不好 明年賺3塊5 如果明年真的賺3塊5的話 你覺得股價應該多少錢 肉DK呢 這大家現在很缺貨 是不是 然後掉到月線 同學你有沒有覺得 這掉到月線 你害怕了嗎 啊 我有出嗎 我有全部叫出嗎 沒有我跟你說 2223的這邊留著嘛 24.5的 差不多2829 這邊浪槓了嘛 幹不是 我們這邊這一根 這一根買的 後面加碼的 這邊要抄現真把他出掉 剩下就丟著不理他 丟著不理他 你月線設停利就好了嘛 那月線設停利 你看今天又變這樣子 他又漲了 就月線這邊停著 同學 他明天喔 開股東會 當然 如果說公司要偏多的話 可能會講比較正面的東西 他投信都沒有出你知道嗎 投信啊 投信在那邊靠一靠之後 就沒有出了啦 那都沒有出的話 你覺得這個是 硬炒的 還是產業趨勢在改變 你覺得咧 我跟你看另外一支股票 這叫台波啦 台波投信也在買 今天創新高 富橋是因為他要現真 現真可能會壓一下股價 應該沒錯吧 因為要定現真價 可能會壓一下股價 對 申報生效之後 要漲再漲 因為時間多的事嘛 也不用急在這一兩天 就是他要現真的部分 申報生效之後 這段時間可能會稍微震盪一下 震盪一下 但你說產業趨勢改變了嗎 你台波在創新高 這剛才很大 價格公布還在創新高 投信也在靠這個 投信也在靠這個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產業方向是往上的 往上的好不好 拜託一下 往上的啦 不然人是在買什麼 買費多的 好不好 所以就這部分明天 就是上禮拜五 對 那個鄉鄉 開完法說今天創新高 明天悄悄要開法說 不是啦 不是法說啦 股東會 股東會如果講正面一點的話 搞不好又來了 如果說這個東西是真的的話 這個東西是真的的話 這是股票還有得動 還有戲可以看 好不好 然後這個政績 政績 今天在那邊混 這反而也出報告了 出報告 目標價也不是這裡 目標價也不是這裡 這除完息了 除完息三塊半 我們現在賺到息子 賺到價差你知道嗎 這是股票 我們現在賺到息子也賺到價差 那這個在那邊混混混混混 你有沒有覺得喔 他今天投信也在買對不對 投信做到時候還沒結束 還沒結束 投信說 買在這邊 買在這邊到時候一根忽然通上去 哇 你可能不敢追 好不好 但是呢 就口訊帶著 所以口訊帶著 好不好 你就不用想說 我到底要不要買 要不要買 明天帶你賺多少錢 明年賺9到10塊 9到10塊 你覺得這個價位便不便宜 你看明年 看美女 高通的單 好不好 高通的單 就差不多這樣 所以投信在買什麼 投信喔 投信在買未來 不是買今年啦 今年都已經過一半了 還在買今年 買明年的啦 第三季開始 應該是比較跳躍式的成長 到明年就是 應該是倍速成長 看報告 報告寫看EPS 就是倍速成長 所以像這個就是整理整理整理 如果一根忽然拉上去 過這個179.5 哇就掉了 好不好 就差不多這樣 所以像這種就是 你可以持續留對股票 好 最後看一下這個 天上不敢追 看地上好不好 地上剛撈起來了 這個投信今天尻了 27億6538萬 27億啦 800多張嘛 27億啦 第一檔剛撈起來 這張什麼你知道嗎 聽說 他也有HBN了 聽說的 他也是有HBN 現在有HBN的話 現在HBN不是超缺 所以像這種 就底部撈起來 有沒有發覺 拉一根 又拉 對 然後位階又低 頭心又在馬 又HBN 哇 這種市場 應該是很喜歡老 搞這種 好不好 一樣你可以留意 好 我們做個簡單結論 同學 基本上我們講的是操作方法 你不要跟我講大盤 大盤 就天天在創新高 天天創新高 明天在晚上再想說 會不會掉下來 做你看它的 不要做你想像的 這個地方 我是覺得這個地方 你就看大戶的籌碼就知道了 大戶籌碼這個地方 還在大買特買 他不是買大支的 他買一些就是 有題材有未來 後面有話題性 他都買那些股票 買那些股票的話 就代表什麼 那些股票 如果說買的人就豆套摘 可能這個地方 你要稍微小心一點 不是啊 買了 掌停板 都瞬間急啦 所以代表什麼 這個場上的氣氛 多方國種都還在 氣氛還很旺 既然氣氛很旺的話 股票是實際財 同學股票是實際財 今年要降息 要選舉 對不對 我們去年底選舉 今年對不對 520 520 520到現在為止都沒下來 應該沒錯吧 再來是美國的選舉 然後美國也要降息 遇到這種 大航行真的 不是每年都有這種航行 你知道嗎 不是每年都有 既然不是每年都有的話 今年你沒賺錢 明年還是開來開去 你今年這些航行都賺不到 明年你賺得到 我也覺得很奇怪 應該沒錯吧 今年長成這樣子 你還沒有賺到錢 到底要怎麼樣才能賺到錢 你要不要稍微想一下 同學你要不要稍微想一下 今年都已經長成這樣子 你還沒賺到錢 那請問 到底要怎麼樣 你才賺得到錢啊 那如果說你真的需要幫助的話 張開雙手 歡迎你好不好 我有上3D 我有上東森 我起碼比那些阿力不大的老師 可靠多了 好不好 有超多方法 結果會連內就有下一次 好不好 你有沒有發覺我一直會有下一次 好不好 後續帶著一起來賺錢 喜歡我們分享的話 可以點個訂閱按小鈴鐺 我們節目更喜歡 第四間推播 同志你我今天會給你分享到這邊 重碼 動足先機動能掌握 即興祝大家明日後 我這裡面見 拜拜 歡迎收看